我带大家深入认识了MACD指标的组成 这期视频则要跟大家分享MACD常见的实战用法 传统理论中 MACD在实战中主要有两套运用方法 第一套是MACD的底背离和顶背离 第二套就是MACD的黄金交叉与死亡交叉 接下来就要给大家分享这两套理论 先给大家简单复习一下MACD 这个指标有两条线 红色的是快线 简称DIF 蓝色的是慢线 简称DEA中间这些较良柱 在零轴以上的是绿柱 绿柱越大 颜色越深 代表上涨力道越强 在零轴以下的是红柱 红柱越大 颜色越深 代表下跌力道越强 主要是根据股价运算出来的 所以 当这两条线都走出上升趋势 不断向上攀升时 一般情况下也意味着股价正同步走向上升趋势 反之 当这两条线都走出下跌趋势时 一般情况下也意味着股价正同步走向下行趋势 然而 罗尔也会出现一些不同步的特殊情况 当一只股票的价格走势与其MACD线的走势背道而驰时 就是发生了所谓背离的现象 了解这种MACD的背离 能帮助我们分析股价的顶部或底部 背离分为底背离和顶背离 我们先来看看底背离是怎么发生的 当股价走出下跌趋势 不断创出新低点时 MACD的走势却没有同步创新低 反而是走出上升趋势 像这种股价向下 MACD却向上的状况 就是所谓的底背离 是一种买入信号 为什么呢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 MACD透露着股价涨跌力道的讯息 当股价逐步下跌 MACD线却逐步上扬时 代表着此时股价背后的下跌力道是越来越不如从前 股价越来越低 卖盘却越来越弱 意味着股价大概率走到了底部 行情很有可能出现反转 所以可以伺机买入 来看看案例KX 这家公司的股价在2021年6月份开始下跌 到了7月 跌破了前期 3、4月的支撑位 而MACD也同步跌到了近期最低点 随后股价继续下跌 一直跌到了10月 股价的底部可说是越来越低 不断跌破前期的低点 然而随后的几次 MACD都没有同步跌到新低 相反的 MACD每一次的底部还不断上台 这种股价向下 MACD却向上的形态就是标准的底背离 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出 虽然股价不断下跌 但此时背后的卖盘力量是越来越弱 因此股价很有可能见底回升 短线比较适合做多 在这个案例中 出现底背离的不久以后 股价趋势也确实开始反转向上 聊好了底背离 现在来看看顶背离 当股价走出上升趋势 不断创出新高点时 MACD的走势却没有同步创新高 反而是走出下跌趋势 这种状况就是所谓的顶背离 是卖出的信号 因为MACD象征着股价的涨跌力道 当股价逐步上涨 MACD线却逐步下跌时 代表着此时股价背后的上涨力道 是越来越不如从前 股价越来越高 买盘却越来越弱 意味着股价大概率走到了顶部 新买盘已经支撑不住高股价 行情很有可能出现反转 所以可以伺机卖出或做空 来看看案例 这只股票 Apple的价格在2021年7月中旬 走出了一波高峰 MACD也同步登上了近期高点 随后股价经历了一波盘整 到了9月初 股价又慢慢攀升到160的水平 突破了前期的高点 顶部再度抬高 非常强势 然而这一次 MACD却没有同步爬到新高 而且还大幅下滑 这种股价向上 MACD却向下的形态 就是标准的顶背离 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出 股价在这一次的高峰中 背后的买盘力量远不及上一次 上涨力道越来越弱 因此股价很有可能见顶回落 短线比较适合做空或卖出持股 在这个案例中 出现顶背离以后 股价也确实重挫了一个月 在底背离和顶背离的基础之上 MACD还衍生出另一种强化形态 叫做双重背离 可以是双重底背离 也可以是双重顶背离 双重背离 基本的底背离和顶背离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 双重背离还考虑到了MACD柱状图的走势 以刚刚这个例子来说 顶背离确认以后 我们还可以看看柱状图的走势 如果柱子也跟MACD两条线一样 呈现下行趋势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形态改成为双重顶背离 理论上来说 这是更加弱势的看空形态 股价下跌的概率更高 要特别小心 插播一个小广告 如果你想投资美股 可以考虑富途木木 现在东南亚地区用户只要开户 就可以享有终身免用福利 交易美股不再需要支付佣金 如今还有机会获得一股价值20到1000新币的免费股票 开户链接和更多详情我都放在置顶留言中 有兴趣可以参考 好了 接下来谈MACD的第二种运用方法 也就是MACD黄金交叉与死亡交叉 上期提过 当DIF由下而上突破DEA 这个交叉突破的实际点 就是所谓的黄金交叉 代表行情大概率反转向上 是看涨的讯号 适合做多 反之 当DIF由上而下跌破DEA时 这个交叉跌破的实际点 就是所谓的死亡交叉 代表行情大概率反转向下 是看跌的讯号 适合做空 关于金差与死差的背后原理 已经在上一期视频详细说明 这期就不赘述了 来看看实际案例 2021OPPO6月 这只股票的DIF 在这一天由下而上突破了DEA 成立黄金交叉 是看涨讯号 如果我们在黄金交叉出现后 立刻买入此股 后续果然迎来了一波涨幅 那么接下来什么时机应该卖出呢 理论上来说 当然就是在死亡交叉出现时 也就是DIF跌破DEA的这一天 成立了死亡交叉 是看跌讯号 此时我们就可以卖出持股 这波操作下来 我们可以盈利十多 但眼尖的观众应该可以发现 后续的股价其实还在续涨 那是不是说MACD的效率其实很差 让我们少赚了一笔呢 其实这样的事情不少见 我们也不能完全怪罪指标 交易本来就是这样 我们只能赚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钱 不可能赚进每一只股票的每一波涨幅 如果MACD指标就是你唯一的交易依据 是你仅有的能力范围 那你就要接受自己赚不到后面这波涨幅 这种能力圈的心态必须建立好 才可能在投资路上走得长远 说到这里要再次提醒各位 以上所有提及的股票案例 都只是为了说明理论而举出的个别案例 无法就此论证MACD的有效性 那么这些关于MACD的理论 在实战中的效率到底高不高 能不能有效帮助我们赚钱呢 我还是老话一句 单单靠一个技术指标 肯定没办法让我们有效的进行分析 因为技术指标大多是根据过往的 历史的股价计算出来的 先要有股价后才有指标 所以指标肯定存在着滞后性 作为技术指标之王的MACD也不例外 很多时候在买卖讯号出现时 股价可能早已涨完或跌完 让迟到的我们一买就亏 相信很多初学技术分析的新手 都经历过类似的悲剧 如果你也是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经历 大家一起互相警惕 减少悲剧的发生 我做这系列技术分析教学的最大目的 也是希望让新手先彻底认识各类指标 掌握指标的潜在逻辑和优劣势 并从中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慢慢建立出适合自己风格的技术分析策略 长期从股市赚到能力范围内的钱